有一条新闻啊 上了热搜 而且热度很高 热搜上大家特别关注的 当然是绑架案 绑架这个字眼 热眼球绑架 暴力 但是更热眼球的是被绑架者 曾经当过某县县委书记 前县委书记遭绑架 你说热不热吧 马上就有人关注了 但是接下来更热的 还不是前县委书记被绑架 而是比县委书记绑架 更要惹人注意的是 绑架者索要三千万 家属给了一千万 绑匪没放人 这已经有大片色彩了 知道吧 这个新闻当中 虽然讲了家属给了一千万 绑匪没放人 这事儿现在还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给了一千万 没放人 这事儿就更热了 网友都在看 说 赎金给了一千万 这事儿如果要是属实的话 你当个县委书记 怎么能挣这么多钱呢 公园公司的有数的 一千万从何而来 就变成一个大家扣问的重点了 所以大家呢 这条新闻持续热度 就是因为前县委书记给了一千万 给了一千万绑匪还不放人 绑架者什么人 新闻里面说是普通村民张三里斯 某某某某某某某 那现在大家不免又往后想了 你凭什么你就认定前县委书记 他家里有三千万的 你开 开架你得靠点谱啊 你凭什么认定县委书记值这么多钱 给了一千万还不放人 那你绑架者绑匪 又凭什么认定这家子 还能拿出现金来呀 那我刚看到有人说 这个绑匪拿到一千万 家属给了一千万 这事儿子虚无有 那好 又生问题了 假如一千万现金这个说法 子虚无有 那这条新闻怎么发酵的呀 媒体怎么报道的呀 媒体撒谎了吧 媒体为什么要撒谎呢 媒体撒谎的不靠谱的 没有证实的事情 怎么就上热搜呢 这难道不是问题吗 那回过头来 会不会是因为绑架 绑匪拿了一千万 没放人这件事 网络上变成愚情了之后 有人觉得这事不好 想把这事往回做 真的给了一千万呀 那这一千万哪来的呀 对不对 反正是二者必居其一 要不然就是媒体撒谎了 要不然就是真给了一千万了 是吧 回过头来说 既然没有得到证实 没有得到证实 你放出这样的新闻来 怎么理解啊 谁放出来这些新闻啊 我一看是九派新闻 九派是哪一派呀 我们现在每天新闻那么多 他要是个自媒体放出来 名思马南放出来 什么什么大嘴放出来的 那是一回事 大家也不信呀 但是你是一个带有内容色彩的这一个媒体 然后你讲出来了 传播炫炫炫炫 发酵发酵发酵 发酵到这种程度 你说子虚乌有 为啥子虚乌有要讲清楚 子虚乌有怎么就传出来的 消息源是哪 这新闻谁写的 怎么过神的 领导怎么推荐的 怎么变成热搜了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件事里边的弯比较多呀 弯比较多 一个东西生成热搜 它是有条件的 知道吧 现在呢 纪委回应了 当地纪委说 书记被绑架 千万赎禁这事 如果出现相关问题或者线索 我们会跟进 会关注 这事是1月9号 广西滕县 富荣村村民 这个人叫陈克正 活同他人 绑架了这个县 原来的县委书记 叫黄东明啊 黄东明啊 黄东明啊 你注定要出大名啊 案发四天之后 黄东明被冲进屋内的公安人员 解救出来了 嘿 这新闻写的太有画面感了 说有一个接近暗情的人 透露 黄东明被绑架之后 绑匪勒索三千万 黄东明的家属 在线支付了一千万赎金 三千万你付了三分之一 绑匪没放人 家属一看没成意啊 家属报警 这个新闻的有很有意思 他加了一句话 不过该说法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没得到官方证实 你干嘛要把这话放出来啊 注意啊 没得到官方证实 他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假话 官方证实是进一步增加了他的真实性 记者的所有的信息源 不一定都要得到官方的证实 官方不证实 不是不可以报道 但是作为媒体应当知道 你这句话所代表的内容 一千万这事是谁说的 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有什么辅助的事实 证明此种说法 黄东明现在他已经不当书记了 不当书记干嘛 去了公开资料显示 黄东明现在是呢 公交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 还是书记 还是理事会主任呢 知道吧 网友就盯着这一千万 你不放了 很多网友就热议啊 结果9月10号下午 九派亲门记者 九派是哪一派我不知道 知道的朋友您帮个忙 告诉我一下 说九派亲门记者联系 广西当地纪委监委举报平台 结果举报平台的工作人员 说的没毛病 说这样吧 有新闻报道的话 纪委这边肯定也会有工作人员去查的 这点你放心 工作人员说 如果有实质性的证据 会有工作人员专门去调查 总结一下 发生了一个绑架案 被绑架者原来当过县的县委书记 绑架者呢 是农民 农民的开价三千万 给钱子放人 给了一部分没放人 一部分是一千万 这事后来这个家属就报案了 报案之后警察就把这书记救了 这件事 焦点集中在先给了一千万 这一千万现金 说拿就拿出来了 现在能拿出一千万现金的人不是很多呀 如果确实没这回事 那这个媒体你又要总结工作 怎么就能这么报道呢 如果有这回事 那遮掩能遮掩住吗 刚刚有一个最新的当地公安的通报 通报内容大概是说 2023年1月11号 晚上21时 公安机关接到群众警报 称其亲属 黄某某 就是我们这个前书记 1月9号下午离家之后 不取消不明 然后公安机关紧罗密谷的调查 该警情构成刑事案件 随即立案侦查 到了1月12号 17时许 公安机关在腾县新庆镇 富荣村一个民房之内 把这个黄某某成功解救 先后抓获多名涉案犯罪嫌疑人 现在有一个名叫陈克正的 39岁的犯罪嫌疑人在逃 目前此案正在侦办之中 注意啊 我之所以要补充这句话 就是因为这个警情通报里面 明确说了 网传犯罪嫌疑人勒索3000万 受害者家属支付1000万元赎金 等信息失实 警方提醒广大网友 对于未经核实的信息 误转发 不信谣 不传谣 网友我可能会觉得 这有点冤枉 说不是我们信要传谣啊 我们在平台看热搜 平台热搜源自于 带有某种色彩的媒体 大媒体 报道这件事 所以要总结的经验很多 可能主要的教训呢 主要应该总结经验的对象 不是普通的网民 而是和这件事情 有比较密切关系的 有关部门 有关方面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 您同意不同意 您同意不同意 您都给个评价 说说您的更高明的见解 感谢收看 再见